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日会跟大家讲的课题是 气体的中间那一集 上一集我们讲到 工程师尝试透过加热液体来产生气体 接着再利用气体的气压来推动一些东西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 就有很多科學家投放了很多時間來研究氣體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 氣體的溫度、體積、壓強和份量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不過在講解這四樣東西的關係之前 我首先就要介紹一下他們的單位 什麼是M的三次方即是立方米 你已經知道是什麼 什麼是PA呢?我上一集已經介紹過 那麼這個K和MOL也是什麼呢? 我首先就來講解一下這個MOL是什麼 如果你有讀化學的話 你就已經知道摩爾這個單位了 其實它也不是什麼複雜的東西 如果我說我有一搭蘋果即是什麼意思呢? 一搭蘋果即是12個蘋果 如果我說我有兩搭蘋果的話 即是我有24個蘋果 如果我說我有三搭蘋果的話 即是我有36個蘋果 如此類推 總括而言 如果我有N那麼多搭蘋果的話 即是我有12N那麼多蘋果 如果我用小階N來表示搭的數目 大階N表示蘋果的數目 那麼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大N等於12乘小N 摩爾就是一樣跟搭蘋果差不多的東西 如果我說我有一個摩爾的粒子 即是什麼意思呢? 一個摩爾的粒子 即是6.02乘10的23次方那麼多個粒子 如果我說有兩個摩爾的粒子 即是說我有12.04乘10的23次方那麼多個粒子 如果我說有三個摩爾的粒子 即是說我有18.06乘10的23次方那麼多個粒子 如此類推 如果我用小階N來表示摩爾的數目 大階N表示粒子的數目 那麼我們就有大N等於6.02乘10的23次方乘小階N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或者呢 可以將這條式寫成另一個比較常見的寫法 就是小階N等於大階N除NA 這個NA就是6.02乘10的23次方 它是有一個名字的 叫做阿佛加德羅常數 那麼這個呢 就是摩爾的單位 那麼它的符號就是MOL 就讀作MOL 另一個我要解釋的單位 就是一個新的溫度單位 叫做開 為什麼要一個新的溫度單位呢 當然就是因為舊的單位不適合 科學家做了很多實驗來研究氣體 其中一個是這樣的 他們將一個氣體從0度慢慢加熱到100度 嘗試令其他條件保持不變 看看這樣對氣體的體積有什麼影響 實驗結果是溫度越高 氣體的體積就越大 而且溫度提升的幅度 是跟體積增加的幅度成正比的 那我就問了 如果氣體的溫度是-50度的話 那它的體積會是多少呢 當時還沒有雪櫃的 沒有辦法用實驗來驗證 但是從這幅圖 我們可以推測得到 如果我們將這條直線延長 看看-50度在這條線對應的體積 這個數值很可能就是氣體真實的體積 如果我們將這條直線一直延長 就可以知道溫度繼續下降的話 氣體的體積就會繼續變小 當溫度下降到超過某個點的時候 氣體的體積就會小過0 你想想一個氣體的體積會不會小過0 當然是不會的 所以這裏就有點緊繞了 而這個緊繞的溫度大約是-273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請你暫時記住一下 後來又在另一個實驗裏面 科學家又嘗試研究氣體的溫度 怎樣影響它的壓強 在這個實驗裏面 他們發現溫度提升的幅度 和壓強提升的幅度 亦都是成正比的 如果我們遵從和剛剛那個實驗相同的邏輯 就可以推斷出 當溫度下降壓強都會下降 而溫度下降到超過某個點的時候 氣體的壓強就會低過0 當然氣體的壓強是不可能低過0 所以這裏又有些緊繞了 那你猜一下這個緊繞的溫度是多少呢? 答案又是-273度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實驗結果拼在一起看的話 我們就會見到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 就是當氣體的溫度低過-273度的時候 就會有些不可能的事發生了 這個似乎不是一個巧合來的 看來這兩個實驗結果是在暗示一件事 就是物體的溫度不可能低過-273度 這個-273度我們就叫做絕對0度 於是科學家就定義了一個新的溫度單位 叫做開 用符號k來表示 0k的溫度就定了在絕對0度 即是0k等於-273攝氏度 而一個k的溫度差距 和一個攝氏度的溫度差距是相同的 即是273k就是0攝氏度 373k就是100攝氏度 如果我們量溫度是用k來做單位的話 以上這兩個實驗結果就可以很簡單總結成 溫度和體積成正比 以及溫度和壓強成正比 這就是開的溫度單位 學懂所有的單位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講普適氣體定律 這個定律是綜合很多科學家的研究成果 所得出的一個結論 包括波爾爾提出氣體的壓強和體積成反比 查理提出氣體的體積和溫度成正比 吸女薩克提出氣體的壓強和溫度成正比 阿弗加德羅提出氣體的體積和摩爾素成正比 將這一堆研究成果全部加起來做一條式 就是普適氣體定律pv等於nrt 這條式就請你背了它 在這條式裏面 p代表壓強 單位是pa v代表體積 單位是m三次方 n代表摩爾素 單位是mo t代表溫度 單位是k 而最後這個r就叫做摩爾氣體常數 它的數值是等於8.31jmo-k-1 我們身邊的氣體基本上都會遵守這個普適氣體定律 除了在某些特殊的環境裏面 如果氣體的溫度極低或者壓強極高的話 那些氣體可能就會偏離這個定律 不過我們就不會討論那些氣體了 又是一次過講了很多話 希望你噓得下吧 接著我們就會用例題來示範 怎樣用普適氣體定律來解決一些實際的問題 這條片總共就有三題例題 跟以前一樣 例題的中英文版PDF 可以在下面影片資訊的連結找到 又提一提你了 你是不用一次過看完所有的例題的 如果中間有些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隨時暫停條片想清楚才繼續 千萬不要急 最緊要明白 那我們來看看第一題了 一個煤氣罐的容量是500cm3次 在室溫25度的時候 罐裡面氣體的壓強是8000kPa 然後部分A就要我們找 罐裡面氣體的摩爾數 首先我們又來整理一下題目 題目裡面就有一個罐 罐裡面就有些煤氣 很明顯煤氣就是氣體來的 每次我們看到一個氣體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問我們自己 關於這個氣體的PVNT 我們知道什麼和不知道什麼呢 一開始題目裡面就說容量是500cm3次 即是已經給了氣體的體積我們 但是我們就要把單位轉為M3次 Cm3次轉M3次就要移6.0 所以這裡就是5乘10-4次方過M3次 然後它又說室溫25度 即是把溫度也告訴我們 但是我們又要把單位轉為K 由攝氏度變成K 就要加273 所以這裡的溫度就是298k 然後它又說罐裡面氣體的壓強是8000kpa 即是我們都知道壓強 但是單位就要轉為PA 那麼kpa轉為PA就要加3.0 即是8乘10-6次方過PA的壓強 那麼我們手上有的資料就是這麼多 關於氣體我們只懂得一條式 就是PV等於NRT 在這條式裡面我們已經有PVRT 即是我們已經有足夠的資料去找到N 所以罐裡面氣體的摩爾數N 就是PV除RT 即是8乘10-6次方乘5乘10-4次方 除8.31和298 你多一多計算機就可以找到1.62m 於是我們就完成了PART A 接著就來看看PART B 家豪和朋友打火爐的時候就用了這個煤氣罐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罐裡面的氣體溫度就增加到35度 而壓強就下降到5500kpa 那麼我們就要找出在這段時間裡面用了多少煤氣 答案用摩爾來表示 家豪用這個煤氣罐來打火爐 即是罐裡面的煤氣有一部分走出來 要分析這個情況我們就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就是去考慮噴了出來的煤氣 而第二個選擇就是考慮剩餘的煤氣 但是關於噴了出來的煤氣我們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會選擇考慮剩餘的煤氣 關於剩餘的煤氣 關於剩餘的煤氣 我們知道的是 它的溫度是35度 也就是308k 而它的壓強是5500kpa 也就是5.5x106pa 另外 從罐的容量 我們可以知道 氣體的體積是5x10-4m3次 那麼有P有V有R有T 我們就可以找到N了 所以罐裡面剩餘的氣體的摩爾數N 就是PV除RT 即是5.5x10的6次乘5x10-4次除8.31和308 那你按一下計算機 就可以找到1.07kpa 好了 題目要我們找些什麼 題目說我們要找的是這段時間 耗用了多少煤氣 也就是說我們要找的是 噴了出來的煤氣的摩爾數 怎麼知道呢 你想想 原本在罐裡面有的煤氣是1.62m 而一段時間之後 剩下的煤氣的摩爾數就是1.07m 那麼這兩個數相減 就是噴了出來的煤氣的摩爾數 所以這段時間耗用了多少煤氣呢 就是1.62-1.07 即是0.541m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題 這個就是分析氣體的基本技巧 不過我們分析氣體的時候 其實經常會面對一個資料不齊全的情況 而在接下來的第二題 我們就會看看一個這樣的情況 第二題是說什麼呢 某人把飯盒放在微波爐之前 就忘記把飯盒的蓋打開 盒裡面空氣的壓強本來就是100kpa 如果飯盒由4度加熱到60度的話 盒裡面的空氣壓強會變成多少呢 在這條題目裡面 我們要去分析飯盒裡面的空氣的情況 但是關於飯盒裡面的空氣 在釘之前就叫做P1和T1 我們就叫做P1和T1 釘完之後我就叫做P2和T2 那剩下B和N又怎麼辦呢 你需要留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在釘前和釘後 空氣的體積和粒子的數目都沒有改變到 換句話說 V和N在釘前和釘後是一樣的 我們就暫時叫做V0和N0 如果是這樣的話 在釘前我們就有P1V0等於N0RT1 在釘後我們就有P2V0等於N0RT2 當我們把這兩條色相除的時候 V0、N0和R就會約了 剩下P1除P2等於T1除T2 這個時候 如果我們把我們手上有的數字 全部翻進去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可以找到P2等於多少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P1除P2等於T1除T2 將這條色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加熱後空氣的壓強P2 就等於P1乘T2除T1 即是10000乘333除277 多讀計數機就可以找到120000PA 這就是第二題 在這題裡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有時候我們是不用知道狀況的全部細節 都可以解決到問題 這個將重複出現的東西約解的做法 都是物理學裡面一個很常用的解題技巧 最後我們就來看看第三題了 那這題是說什麼的呢 兩個裝著害器的容器X和Y 容量都是0.1m3次 兩個容器裡面 氣體的壓強分別就是200kPa和500kPa 如果將兩個容器用右管相連 令氣體可以在容器之間自由流動 那容器裡面的氣體壓強會變成多少呢 題目也說我們可以假設兩個容器裡面 最終溫度和初次溫度是相同的 又是一個資料缺了很多的情況 不過不用怕我們逐步逐步去拆 首先這裡有很多個洞 我們盡可能填掉它 PX是多少我們知道 PY是多少我們都知道 P'是多少我們就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最終要找的東西 接著VX是多少我們知道 VY是多少我們都知道 V'是什麼呢 V'就是這兩個氣體混合了之後的體積 這個體積應該是等於這兩個容器的總容量 即是0.2m3次 接著NX是多少 不知道 NY是多少 不知道 N'是多少 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我們是知道的 就是這兩個氣體混合之前和之後 粒子的總數應該是相同的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N'應該是等於NX加NY 最後啦 TX是多少 不知道 TY是多少 不知道 T'是多少 都不知道 不過題目說 假設兩個容器裡面的最終溫度和初始溫度相同 換句話說就是這三個溫度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給它名叫做T0 好了 整理完資料 現在呢 這三個氣體就有三條式 另外我們剛剛又寫多了 NX加NY等於N'出來 那我們就試一下把這四條式混合起來 如果順利的話 應該就可以找到P'了 那就試一下行不行 這四條式怎樣混合起來呢 最簡單的方法似乎就是 把這三個PV等於NRT調一調位 變成N等於PV除RT 那這三個N就可以丟到右邊的NX加NY等於N'了 那就試一試它了 以P'表示氣體混合之後的壓強 那就有NX加NY等於N' 根據普遍氣體定律 就有PXVX除RT0 加PYVY除RT0 等於P'V'除RT0 好神奇喔 下面那些RT0可以全部一次過約了它的爽YY 剩下PXVX加PYVY等於P'V' 而除了P'之外 剩下的數字全部我們都知道的喔 所以解開這條方程式 就可以找到P'等於350000的PA 搞定啦 謝天謝地 唉 例題就到這裏 今次的數字是難計的 我知道 但還是那句 多點練習 練得多 你就慢慢不會覺得難的 這一集就到這裏 下一集就是整個單元的最後一集 好緊張啊 那下一集究竟是說什麼的呢 可能你已經猜到了 就是我們會從微觀視角去看氣體的 那就到時見啦 拜拜